好 那麼來看這個疫情之外 影響我們臺股變盤的指標 有哪些要注意的 施工 OK 好 那麼其實呢 有幾個比較值得注意 第一個是當沖比 因為剛才我講了 就是現在的全民運動就是當日沖銷 那當沖比呢 超過30%以後呢 這個股市呢 就變得太投機了 那什麼時候能夠降回到30%左右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於長期投資 是個好的買點 那第二個呢 就是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我們看一下 這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趨勢圖呢 到現在呢 他又回到1.6%之上 那麼所以對美國股市稍微產生一些壓力 如果他繼續往上走的話 看起來他是有機會繼續往上走的 那繼續往上走的話 對美國股市還是會造成壓力 那為什麼要提到美國股市呢 因為呢 我這樣子講 其實大家都 現在都在看什麼 大家看疫情 那麼我不看疫情 我為什麼不看疫情呢 因為看也看不懂 因為我們不是專家 這沒辦法看 那麼其實臺灣股市真正的重點是在哪裡 不是在於疫情 因為疫情再嚴重的話 大家放心 國家隊一定會進來互盤 以免造成民心士氣的崩潰 所以這個是一定會進來的 世界各國政府都會做這種事情 那麼所以現在的重點在 重點在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如果持續維持一個多頭的格局的話 那我們臺灣股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15159應該守得住 可是反過來講 萬一美國股市出現一個比較嚴重的回檔走勢的話 我不要講崩跌了 因為現在崩盤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那麼如果他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回檔走勢的話 那請問一下 我們國家隊還會盡全力進來互盤嗎 不太可能 為什麼 因為如果美國股市大跌的話 外資一定到貨 外資到貨的話 你這個時候國家隊進來接股票 那不是對不對 OK 就是美股的話 這個國家隊也愛莫能助 對啊 也沒辦法 所以我看的是美國股市 那美國股市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NASER指數跟費半指數 兩個股市都做了一個小小的M頭 那這個M頭 一定要在這個禮拜 要把這個頭部的形態給破壞掉 簡單講 美國股市這禮拜一定要漲 如果不漲的話 再往下跌一波的話 這禮拜周線再收黑的話 他的這個頭部形態就確立了 那如果是確立的話 對我們臺灣股市會產生壓力 所以投資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重點是要觀察美國的部分 張傑還有什麼補充要觀察指標 其實我跟施工的看法很類似 我剛剛提到的觀察是費城半導體 那一樣也是施工債殖利率 那一樣外資在臺灣的做法也很簡單 看兩個指標 第一個這是籌碼面的部分 看外資的買賣潮 上個禮拜其實我們大跌之後 外資是買了265億 尤其是在跌1400點 後來收盤拉上來那一天 外資買了600億 所以外資其實在這段時間 他們已經經歷過了疫情了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有疫苗了 或者是anyway我講的是外資的 法人的進出是當作第一個指標 第二個部分看外資的進空單 在5月13號的時候外資進空單 大概在4月20幾號的時候 高點是39000口 那在上個禮拜殺盤之後 只剩下15000口的進空單 那第二個部分是融資 其實差協同理論大家都知道 那一樣我其實講過很多次 融資如果洗不下 福爾洗不掉 其實主力就用踹的 洗不下船就把你狠狠的踹下船 這一段 這一段融資其實 在上市的融資大減了500億 OTC也大減了100多億 整個融資的餘額是下滑了20.59% 所以其實融資是洗得乾乾淨淨 所以我覺得除了疫情以外 籌碼的部分就是看看 這個法人的進出 尤其是外資 外資的進空單還有融資 當作一個參考的指標 OK 好 觀察這個整個進空單的狀況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當從時 現在是他最熱門的 我們來看這個網友 網友說呢 這個是在看了這個文章 說當從比破了五成 這個創得新高 長榮爆了55萬張的大量 那所以很多人說還有韭菜說韭菜 第一次當從賺錢 今天鹽酥雞可以隨便夾 第二次又賺錢 早上我更用力衝 第三次韭菜又賺錢了 我是神 我要all in 我要財富自由 那第四次當從的時候 不小心賺錢了 就說政府當時為什麼要開放當從 是在詐騙我們嗎 是誘導我們去做當從就在詐騙我們嗎 好當從到底簡單還是困難 財公 OK好 現在大家衝成這樣 對當從到底是簡單還是困難呢 我們必須要這麼講 你如果技術非常高超的話 那它真的是簡單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呢一般現在會想要去做當從的 幾乎都是新手 那麼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當從很難 很難對於新手來講 其實真的很難 看起來很容易 其實真的做下去很難的 那為什麼會有當從 現在當從為什麼會這麼盛行 其實有很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市場沒信心 大家沒信心嘛 你不敢報股過夜嘛 不要說報股過年了 報股過夜都不敢是不是 所以呢只好做當從嘛 那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從變得非常的困難 好那麼我再講困難點在哪裡 第一個你不知道 你今天應該要做多還是做空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新手投資人 做當從都是怎麼樣 進場先做多 開盤先做多 收盤前呢 這個出掉 就是當衝掉 那麼所以我今天如果我是主力的話 我能夠控制這個個股的走勢的話 我很簡單啊 對不對 找盤的時候我開高嘛 你追高 然後尾盤的時候我殺下來 那你就被套了 你就被修理了 是不是 所以呢你不知道今天該做多還是做空 第二個呢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大利空 這問題就來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 是開盤先進場做多 萬一盤中來一個大利空 直接灌到跌停板 衝都衝不掉 對這最近很多人發生的情況 很多發生這種情況 尤其是前兩個禮拜 對不對 這個航運股也發生過這種情況 所以呢 大家不要忘了前兩個禮拜的時候 有一天呢 這個陽明的當日沖銷的這個違約 那金額高達一億多 這種情況呢 以後還會再發生 我不是烏鴉嘴啦 可是呢 因為我們在股市這麼多年了 真的看太多了 那所以呢 還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同志朋友 千萬不要想說 哎呀我做當沖 可以用五本生意呢 來讓我自己的這個翻身 然後讓我的財富自由 這麼好的事情 如果能發生的話 我早就不在這個行業裡面了 是不是 沒有那麼簡單 張傑你給大家建議 我也是完全認同 其實我認為當沖 其實當初當沖的制度 它一直存在著 那當沖的制度並沒有不好 只是說政府把這個稅 當沖的稅率減半 其實是為了刺激成交量 那已經到達了目的了 其實當沖並沒有鼓勵 任何人做這件事情 就跟進股票一樣 進市場當然是有賺有賠 所以第一個重點 我認為觀眾朋友就只記一句話 搶銀行是不會賺錢的 真正的投資 你買了這個股票表彰的是 擁有它一個股東權利的 一個有價證券 就是說我今天買統一超 你可以買全家 你可以買網品 買雄司買台積電 你分享的是這個股票 認真經營的業績成長獲利的結果 這個才是投資 而不是 誰在賀卵母 摸梯子 現在沒有啦 當沖隔日沖都沒有在想 對他們沒有在管的嘛 他覺得哪一個熱門就進來了嘛 可是搶銀行其實真正當沖的 現在心態是想要搶銀行 搶了就跑啊 搶銀行大部分人被關啦 所以我認為就用一個搶銀行的 一個想法 其實真的 問我可能不準 我們這個年紀比較小 骰公都講了 當沖其實真的很難 而且賺錢的人比較少 我認為是二八法則 是百分之二跟百分之九十八 做股票還有可能是二十跟八十 那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他們有可能開盤九點半是放空的 例如說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太多人去看昨天隔日沖的 券商的股票 然後一開高 他們就反向空 甚至是買認售權證 甚至是買認售權證 去逼這個自營商買上來 第二個部分 我認為有一些新手 剛剛施工講的很好 你如果沒有操作個三五年 我認為你不要太急的放大 你當沖的部位 你可能在市場上淬煉個三五年 你對於風險 你對於這個停損 你很OK了 你再慢慢的放大你的當沖 而不是說當沖真的是五本 沒有錯啊 例如說你的融資餘額 開到五百萬一千萬 你其實不用有股票 那你在尾盤沖掉它 那你就結束了嘛 可是這件事情是很危險的 巴菲特說過 你不了解就是你最大的風險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去好好學習 先做功課 繳學費要繳得有意義 不要自己繳得不明不白 搞不清楚 我以後這才能講師 也許會有一個風險的 我會在做什麼 我會在這裡 我已經知道了 我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做什麼事 我會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